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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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已经开始录制了 据知情人爆料的话 七进五的赛制已经于10月27号晚录制完成 并且晋级名单也随之被传出 很显然啊 最新的这个结果和之前的所谓傅星尔打败 单一纯完全相反 在这份晋级名单里面啊 晋级的是单一纯 阿贝淘汰的则是傅星尔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 想为之前骂傅星尔的网友们也会产生一丝抱歉吧 这段五强名单里吧 有李宇春战队的潘红 李荣浩战队的斑马森林 谢霆锋战队的曹阳和李健战队的宋宇宁与善一纯 比起之前曝光的七强名单 这次四大战队的局势发生了翻评覆地的变化 而这其中潘红的再次晋级 傅星尔的淘汰也惊呆了众人 谢霆锋战队高开低走 李健战队突然凸显 在之前曝光的七强名单当中 谢霆锋战队是最有优势的战队 他的战队里边有三个成员都是七强之中的 其中傅星尔有着完美的声音 曹阳拥有到完美的唱功 贾一堂拥有到非常优秀的原创能力 整个战队的人气显得十分充足 李荣浩战队和潘红战队呢 只是拥有一名七强选手 给人一种很惨的感觉 而李健导师的战队 虽然要比立春战队和李荣浩战队的选手多 但是在拥有到三位选手的谢霆锋战队的对比之下 也显得冷清了许多 很明显在七强名单当中 谢霆锋战队是最有人气的一个 也是拥有到绝大优势的一个战队 然而在七进五的比赛结束之后 谢霆锋战队由原来的三个人 变成了曹阳一个人 人气瞬间降低 从最强战队瞬间变成了普通战队 高开低走太明显了 正所谓是坚持走到最后的才是胜利 目前来看李健战队才是最优势最大的一方 潘红的晋级在十八进九的时候 立春战队只有潘红一个人救到九强 在九进七当中呢 潘红又凭借着实力进入到了七强 而在七进五当中 潘红各自凭借着实力 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五强 不得不说潘红这一路走来 确实有点绝对反击的感觉 但他的晋级之路呢 相及了当年的弹增尼玛 在最近刚播出的十八进九的上半场当中 潘红被李永浩战队的诚心挑中了 然后站在台上面唱了一首《灵魂伴侣》 那低沉的嗓音配上完美的唱歌 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而得票呢 也秒杀了歌声同样很深情的成仙 如果以这样的水平参加之后的比赛 一路晋级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其实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李永浅导师喜欢他是有理由的 大家都知道 从第一次听到潘红唱歌之后呢 李永浅就看上了这个学员 在潘红进入到自己战队的时候 李永浅更是表现得很喜欢潘红的样子 当时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很多观众不理解 潘红其实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突出啊 甚至还是惨败给了宋雨宁 为什么李永浅人就这么喜欢他呢 现在看来李永浅导师早就看出了潘红的天分和实力 因此才会一直这么喜欢他 傅希瑶和贾一腾双双出局 谢霆锋和冠军渐行静远 不得否认的是 傅希瑶和贾一腾都是一个很有亮点的歌手 他们两个人也算是谢霆锋战队的大象 谢霆锋的战队能够成为最强战队 也离不开两个人的优秀 虽然傅希瑶有时候歌声当中会有显得空洞了 以及贾一腾的歌词儿会有些不优美 对整体来说的话 他们身上的优点是大于缺点的 两个人其中一个失误呢 还好理解一点 现在两个人同时被淘汰 确实有点让人好奇 难道是他俩都失误了 还是说在七星五的比赛当中 比赛规则对两人极其不友好呢 总之仅剩下曹阳一人之后呢 谢霆锋老师也是和今年的冠军渐行渐远了 李建成冠军导师最热门人选 按照现在局面来说呀 李建战队夺冠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个人认为啊 在现在的五强名单当中 也只有李建战队的潘红 能够和单一纯和宋宇年两个人一较高下了 换言之只要是战胜潘红 李建导师战队胜利的局面就基本定了 所以凭借着两招王牌在手 李建依然是今年冠军导师的最大热门人选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